我只告訴大家 任何國家 不可以傷害中華民國 你今天在這樣的位置 然後你問我說 用這樣來迴避你 不敢對中國發表譴責的態度 我在這邊我坦白講 我實在很看不起啊 可以啊 可以啊 我也可以 我 我 我後來不用當兵 只是沒有機會啊 蛤 我們3月10號好不容易喔 這個開放 可以有幾個航點 十幾個航點終於可以開放 但是早在2月的時候 中國大陸軍就已經 呼籲說要開放 因為有清明節包機 跟往來的需求 那其實呢 就有人講喔 這個兩岸都釋出善意 雖然台灣這邊是比較被動的 不像是要主動引起戰爭 所以到底是誰在製造 兩岸緊張跟危機喔 現在兵役已經開始延長一年 那這個部分呢 那綠的議員在議會上面 他們是在監督什麼 叫你首長要跟他一起譴責 中國大陸 我剛有大聲的譴責 中國的軍機 軍艦 老台 清台 那可是我還沒有聽到說 市長對於中國的軍機 軍艦 清台 老台 有什麼任何大聲的抗議 可不可以大聲的講出來 我只有一個想法 不管哪一個國家 不是 不管現在世界各國 中國對台灣也很友好啊 我們不用去 現在對台灣有敵的這個國家 就是中國啊 對任何國家 如果傷害中華民國 我都豔力挺身而出 那軍機 軍艦 中國軍機 軍艦老台 算不算是侵害中華民國 傷害中華民國 如果有任何要傷害中華民國 傷害我們台灣這塊土地 我一定站出來捍衛 我們一起捍衛中華民國 譴責中國好不好 我們一起捍衛中華民國好不好 譴責中國好不好 我們大家一起 對侵犯中華民國的任何國家 都絕對不允許 對 中國 對不對 當我 槍戰了幾十場的時候 我都願意生命守護台灣人員 用行動 用語言好 我對這一生 我就守護中華民國 我相信我已經經過了這麼多的年代 經過這麼多的槍戰 看過這麼多的生死 你願意跟完疫情這樣做嗎 你願意嗎 市長 你願意嗎 我問你你願意嗎 我後來不用擋兵 我願意 我今天擔任民意代表 你做過嗎 我後來不用擋兵 我今天擔任民意代表 你做過嗎 我都問你 你做過嗎 因為我不是警察 你做過嗎 我後來不用擋兵 我不是警察 大家會說的很多 我用行動表示 我只告訴大家 任何國家 不可以傷害中華民國 市長 你今天在這樣的位置 然後你問我說 你做過嗎 你做過嗎 用這樣來回避你 不敢對中國發表譴責的態度 我在這邊我坦白講 我實在很看不起啊 什麼叫我做過嗎 可以啊 有問題嗎 可以啊 我也可以 我後來不用當兵 只是沒有機會啊 蛤 他不用當兵 我們看到剛才的這個 這個新北市議員呢 在質詢侯侯市長的時候 對 我覺得真的是 大家可以知道 什麼叫做話術治國 什麼叫綠衛兵 如果 對 如果你剛注意 聽他們講話的時候 他講說 喔 你 市長 你是不是要譴責這個中國 然後市長明明告訴他說 我要捍衛這個中華民國 所以他要的 不要你捍衛中華民國 他要的是你嘴巴 你用話術 你用嘴巴去挑釁 然後去 這個是能夠 用嘴巴去挑釁 去檢測 你解決了什麼問題 沒有 就是這樣挑釁 所以台灣農業產成這樣 那農民真的是哀鴻遍野 對 所以我們才講說 他是這個話術治國嗎 他不能夠解決問題 他可以被製造問題 很能夠製造問題 剛才呢 我聽到這個 新北的議員他 人家講了說 那你自己這個 為什麼都沒有當兵啊 你不是 只是譴責之外 你就用實際的行動 你就去當兵啊 然後 我記得他好像有講到說 他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國防部 拜託一下 給他機會 給他機會 內政部 去軍中服務一下 給他機會 不管他今天是什麼 扁平足啊 憂鬱症啊 心臟 心臟有一些問題 對 但是連16歲的人 觀眾朋友 連16歲的年輕的朋友 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現在人口的出生率啊 在台灣是 生不如死啊 是 生的人數跟死亡的人數呢 它是不成正比的 不成正比 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連16歲以下的 都應該要動員 但這些 有特權 有關係的人 他可以不用當兵 這個是民主嗎 這是質詢嗎 這是在為人民捍衛權益嗎 怎麼會議會是上臉這樣的戲嗎 市長已經很明確的告訴你說 他要捍衛用行動 他捍衛中華民國 不行 他必須要用他的一個方式 他的只要譴責 他不要市長捍衛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 離譜的行星嗎 所以今天與此同時呢 我也在國會裡面呢 就問了這個 國防部長我問他說 因為民眾可能還沒注意到 權動法裡面我們講 它有三大地雷 第一大地雷是前置言論自由嗎 第二大地雷呢 他是管制外匯管制對不對 然後呢第三大地雷呢 他就是要動員16歲以下的 就像烏克蘭一樣造冊的情形 然後把他們弄去軍工廠 我說軍工廠 這麼危險的地方 他把他們送到軍工廠去 這都可惡到極點 但是告訴老百姓呢 就是我們還有第四大地雷 是我還沒有講的 但是今天我被迫 在國會裡面我必須要講 因為這是非常嚴重 他的23條權動法23條裡面 還規定了 對於我們的這個人員 他要造冊根據你的專業 比如說媒體造冊的部分 他是在他的前置言論自由 可是他對於其他的部分 比如說你的專業 他要結合產業界 比如說我們園區裡面 有哪些優秀的工程師 他將來可能是把這些的人員 其實就整個搬回去 所以他沒有損害 所以你會發現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這些的訊息都是正確的 然後我們看到的是 你實際上面的行動 在權動法裡面 你也把這樣的訊息納入 然後我們再看到 你唐鳳呢 書發部你在做的 你花了那麼多 我們的老百姓的這個預算 這些的錢 你在做的東西呢 是你要列冊 你要管理 然後你要把這些老百姓的 data 全部都收集起來 送給老外嗎 你知道 所以這樣子是保衛我們中華民國嗎 恐怕不是 花我們的錢 這個其實就是叛國嘛 是 就是叛國賣台啊 對啊 就是叛國賣台 所以這個就是很可悲的 民間特徵組哪裡找呢 你只要在YouTube 用民間特徵組五個字 不管是用手機或者是平板 右上角有三個點點 把它按下來 就有搜尋篩選器 進去裡面把上傳日期旁邊打個勾 按一下再滑出去 就有最新一集的民間特徵組在上面囉 這就是找民間特徵組最快的方法 另外也可以在中天電視的播放清單裡面 也可以找一下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留言分享 就是對民間特徵組和賴小英最大的支持喔 再按讚 請個字鍵 如果記得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